今天的清炒椰菜,材料有些椰菜花 有些蝦米,浸軟了的蝦米 還有些蒜肉,就是這麼多 當然還要打蠔油的豆粉蝦 現在先放些油,煎拼 把蝦米,浸軟的蝦米倒進去,炒香 蝦米水留下 把蝦米爆香 放些蒜蓉 同樣爆香蒜蓉 為何不把蝦米和蒜蓉一起爆 因為蒜蓉比較容易焦 把椰菜花倒進去 先炒一下,不要下水 把蝦米的蝦米水倒進去 放些水,放些水 放些水分,放一點糖 放些煮葉,放些水分 放些水分 放些水分,放些水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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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尤其是菜的甜味,菜味道不太甜,但加了少许糖之后,更加能够将它的甜味掉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盖一盖盖 这道菜很简单,虾米和蒜蓉,将香味滲入菜中 因为这道菜没有肉,所以用虾米蒜头 将虾米的海鲜味和蒜蓉的香味滲入菜中 大概煮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了,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再下鸡盐 大概落三分之一茶匙的鸡盐 大概落三分之一茶匙的鸡盐 好,刚才我们就做了豆粉丸,现在加少许豆粉丸 好了,刚才我们就做了豆粉丸 现在加少许豆粉丸 每次再加少许豆粉丸 再加少许豆粉丸 盖上蓋,再煮一分鐘 一分鐘就到了 差不多了 現在先收起火 還有少許芡 淋上去 最後放少許芝麻油 在現在的程度,我已經覺得夠了 但如果你喜歡吃再淋一點,當然可以加少許水,再煮多一分鐘 但我不是喜歡吃的菜那麼軟 這樣就已經可以上鍋了 蒜蓉蝦米炒椰菜花,這樣就完成了